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 在出席部基因斯学会 有关中国全球影响力增长的主题研讨会时 明确将中国人民与中共政府区分对待 米克斯议员承认美国与国际社会 通过接纳中共进入世界贸易体系 以及对中国投资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过米克斯认为中共并非不可战胜 不仅在国内面对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国外也因为其好战行为而引发越来越多的反弹 米克斯议员表示 参议院刚刚通过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 就是应对中共挑战的全面立法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